有不少台北人觉得最近的违规怎么贬多了呢 根据台北市交大数据 去年四月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处理条例之后 平均单月围停罚单呢 比起修法前减少了5727张 但是类围停现象常常存在 而围停也造成了行人地狱的原因之一 不只行人的安全受到威胁 围停也可能让灾车更加严重 议员现在提出应用科技执法 或者是在热点区域加强人力来作为解决方案 台北市商圈周末好热闹 也因为人潮拥挤短短100公尺 就停了三辆围停车辆 行人被红线上的暂停车辆挡住去路 只能走到马路上真的好危险 道路被压缩堪比行人地狱 台北市被外媒形容是行人地狱 当然围停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之音 特别过去也有看到汽车围停到人行道上 这实在非常可恶 不过自从去年四月交通不修正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限缩民众可以检举的违规项目 围停乱象越来越严重 根据台北市交大数据 去年一到四月平均每月21604张罚单 实施限缩检举后以5到12月计算 平均单月围停罚单数15877张 每个月平均减少5727张围停罚单 证实类围停现象存在 这个不然就是人行走的 警察应该要常来取缔吧 比较有用 缺少检举的嚇阻效果 再加上警力有限 围停不开单不只增加行人用路风险 路上塞车的情形恐怕更加严重 提出解决办法是在必行 我觉得交通科技执法 是要大幅度的来去做采用 然后再来呢 在一些尖峰时段 或一些关键的路口 要增加交通的劝导人力 跟输导人力 让这个交通的顺畅 不要因为围停临停呢 导致的交通呢 出现塞车的情况 修法后虽然减少检举达人 和违规模仁之间的对立 不过带来的类围停现象 是政府要赶快解决的烫手山域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